有鸭子成群结队过马路 没有看过吧 这是台南市中华南路 昨天莫名其妙突然出现 三十几只的绿头鸭 在马路上乱窜 由于这些鸭子个头很小 很多的开车驾驶人 怕不小心把他们碾死 在旁边看的警察 也怕这些鸭子不小心被撞死 本来想保护鸭子过马路 但是没想到这群鸭子 完全不受控制 在大马路上横穷直撞 高得鸡飞狗跳 十几个警商人员过出去了 就在台南市的中华南路上 上演人压大战 不管是驾驶人还是路人 对这群徒庐其来的绿头鸭 还真的是束手无策 又正好是上班时间 车流量大车来压飞现场 一团混乱 三号大清早 有可能是货车载运鸭枝的途中 笼子掉落 驾驶不知情继续往前开 害得这三十只的绿头鸭 在街头乱串 还蛮有趣的 还不好抓会跑 挂了一个半小时 最后抓到二十二只拳 送到动物仿治所 奉劝着鸭主人十二天内 要赶快来认领 否则鸭子的小命可能不保 好 好 好